这次不过 我招下了 你很快 要不过 我招下了 不过 我招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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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招下了 你招下了 报告 报告 没关系 没关系 来 开始吧 回答 快点 回答 回答 在周瑜为战斗做准备时 儿时的好友贾干来拜访了他 恭敬大人 别来无恙啊 咱们许久未见了 我想找你叙叙旧 就顺度过来了 听闻你追随了曹操 该不会是来劝祥的吧 既然你连朋友都信不过 那就没办法了 我这便告辞 慢着慢着 玩笑开得有些过了 我这就命人准备酒宴 今晚就开怀畅谈吧 当晚周瑜盛情款待了蒋干 并邀请蒋干到自己的房间 同踏而眠 然后先入睡了 屋内的桌子上摆着什么书信 蒋干确认周瑜熟睡后 就悄悄地偷看了书信 这 这不是 我军将士发来的同笛之请吗 必须尽快通知曹操大臣 蒋干 你回来了 成功策返周瑜了吗 没有 不过 不过 我有件事想尽快告诉你 所以就赶回来了 蒋干将书信交给了曹操 说蔡茂与张允私通敌人 可恶 打算背叛我曹蒙德吗 立刻把他们二人押过来 暴怒的曹操叫来了蔡茂与张允 待处决了他们二人之后 曹操才发觉这是周瑜的计谋 不愧是周瑜大人 真是妙计 孔明大人也连连称赞啊 被孔明识破了吗 此人的才华不可估量 若留下此人 必成后患 活有一计 可置孔明于死地 鲁肃 你去转告孔明 让他出席明日的军事会议 是 明白了 决战之日终于要到了 孔明大人以为 在水上战斗用什么武器最有效 首先是弓箭吧 箭矢准备的越多越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我军的弓箭不足 因此 想请孔明大人筹集弓箭 十日之内筹来十万支 如何 十日太久了 三日足矣 若筹集不到 我甘愿受罚 周瑜与诸葛亮立约后 就暗中苛扣材料与工匠 欲使诸葛亮造不出弓箭 但是 诸葛亮看起来完全不着急 直到第三天才突然组织船队 装着草粉 趁夜 趁夜向和命驶去 怎么回事 是 是狄袭 虽然隔着浓雾看不清楚 但是数量好像相当多 冲入浓雾就中敌人的轨迹吧 召集弓兵有多少箭就射多少 看来很顺利啊 我筹集到弓箭了 每艘船上各有敌人射来的弓箭 五六千支 加起来差不多有十万吧 什么 阔门大人早知道今晚起雾吗 只要观察天象与地势 就能预测出来 因此 我才说以三日为期 他的智谋简直让人心生畏惧 对我们来说 此人果真会成为后患吧 虽然双雄斗志未见分晓 但是在诸葛亮与周瑜的行动下 舞台逐渐就绪 与曹操的决战近在眼前 不想一下 就是这样 开始吧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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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了一下 可以 真是风和日丽 就是这样 来 开始吧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的确是有一个想法 那么将彼此的计策写在手中 同时给对方看吧 明白了 那便如此吧 两人将写在掌中的计策给对方看 结果都写了一个火字 哦 没想到我们的想法一致 如此一来我便有决心了 立刻着手准备吧 几日后 一位智者来到了曹操阵营 他就是才能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 人称凤楚 凤楚先生 你来得正好 如你所见 我与孙权决战在即 你若是能提些建议就太好了 您的阵容威风凛凛 凭借这支军队 孙权军应该不是对手 不过非要我说的话 庞统指出了阵中病人较多 并说中了那是士兵晕船所致 将大小船只集中一处 以锁链首尾相连 然后再扑上宽板便可 如此一来 船上就变得和陆地一样了 原来如此 那样一来 似乎就不必担忧风浪 赶快着手安排吧 进展很顺利啊 周瑜大人 我的使命就到此为止了 另一方面 在孙权军的阵营 老将黄盖拜访了 正在准备火祭的周瑜 周瑜大人 您有什么苦恼吧 不必对我客气 只要我能帮上忙 请尽管拆遣 那么有件事想拜托您 一日 在中将会计的军事会议上 黄盖毅然提起了投降仪式 周瑜勃然大怒 宣判黄盖死罪 诸位将领百般求情 才改为杖则一百 竟敢无视军规扰乱士气 真是岂有此理 看在诸位的面子上 我免你辞罪 但是要杖则一百 拖下去 终于命人脱去黄盖的衣服 迫使其跪下 以杖刑痛打他一顿 可恶 你这个黄口小儿 痛达到五十杖时 黄盖的后背已经血肉模糊了 请 请停下来吧 黄盖大人要挺不住了 好吧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不过 我命禁闭一段时间 黄盖大人 好好清醒清醒吧 黄盖大人 潜伏在孙权军中的曹操军的奸细 就写信将此事通知给了曹操 连环计再加上苦肉计 不愧是周瑜大人 真是太妙了 孔明大人也会对此方安排 赞叹不已吧 谁知道呢 但愿孔明不过如此吧 就是这样 打扰了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你来了 快点 快点 来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 报告 曹操收到了黄盖的投诚信 奸细送来的报告印证了此事 黄盖那样的人竟会提出投降 真是难以置信 周瑜好像自识大都督的地位 在兵将面前羞辱了侍奉孙家三代的忠臣黄盖 原来如此 他是对周瑜寒心了吧 黄盖对孙权君而言就是害群之马 看来天秦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如今孔明大人正在搭建七星坛 施展奇门遁甲之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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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气阔谈宴 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 无去南非 绕树三杂 何知可疑 计策成功了 将士们让他们尽情品尝烈焰的滋味吧 可老太终于 我能玩弄了计策吗 全军出击 不能让曹操活着回去 好 黄盖放的火在东南峰之下越烧越旺 曹操军的船只被锁链相连 无法逃脱 瞬间就被烈火包围了 至此曹操召集的大军已全面溃败 刘备与孙权联合军的胜利已成定局 请您复尔过来 多数据 令人都在输入 凶 预防 当时也在输入 太多了 这一切 致命 我已经开心 不知 感谢观看